4月21日,斯里兰塔发生系列爆炸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派出的高阶工程师李健38岁,高阶工程师潘文亮35岁,以及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派出的助理研究员李大伟30岁,再读博士研究生王立伟28岁,不幸在事件中遇难。 加上此前遇难两人,斯里兰塔爆炸案,遇难中国人共6人。 4月30日,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官网网页,已经变为黑白色。 4月18日、19日,李健等4人,连同其他科考队友,先后抵达斯里兰塔,入住科伦坡金斯伯利酒店。 米登上即将在科伦坡港靠港的中国科学院,实验三科学考察船。 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东印度洋共享航次和中司联合科考航次科考任务。 当地时间4月21日,上午8时45分左右。 金斯伯利酒店自助餐厅,遭受恐怖分子自杀式爆炸袭击。 正在集体用餐的李健等4人,当场不幸遇难。 另有5人不同程度受伤。 图人自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官网截图。 攀文亮声前照片图,源自宜春世出。 经过连续数日艰难工作,使馆、联合工作组及遇难者亲属,最终找到并确认了4名青年科学家遗体。 有关善后工作,将于5月2日前告一段落。 此前,所有商员已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并已顺利回国进一步治疗。 实验三科考船及全船71人,在完成停靠补给后,也已顺利离开科伦铺港。 驻斯里兰卡使馆,对恐怖主义野蛮行径,表示强烈的谴责。 对英工续职的4名青年科学家表示沉痛的哀悼。 对遇难者亲属、伤者及所属单位,表示深切的慰问。 对斯里兰卡各部门提供的大力协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斯里兰卡政府、私驻华使馆,也已通过各种方式,就中方青年科学家遇难发来了哀悼和慰问。 大家都爱看。 15小时。 一心二费三尬六肾。 三个人的无私大爱。 12个生命重获新生。 五一放假。 不想堵在高速上。 这些时间段这些路段。 必看。 这将新规。 这五类人员伤亡交通事故领导干部,必须到场。 泽边。 沈建。 建席。 致哀。 愿天堂没有伤害。 三个人员伤。 后来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